《鼻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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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煙是叫Snap 那來自西方 清朝康興年間的時候傳入中國 其實西方人是習慣用鼻煙盒來盛裝鼻煙的 那到了中國因為氣候等關係 所以改成小口廣復帶齒蓋的 叫做鼻煙壺 《鼻煙壺》 大家好 我叫侯儀立 任居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企务處真萬科 我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鼻煙壺 事實上鼻煙壺是清代特有的工藝 我常跟大家講就是 你看鼻煙這樣的工藝就會了解清代整個工藝的縮影 那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成竹的鼻煙壺 這43件鼻煙壺由乾隆皇帝親自下令監造製作 然後從設計然後到包裝 每一個細節都非常的考究 這一套是玻璃胎化髮廊鼻煙壺 那這一套之所以珍貴是 因為它燒製非常困難 怎麼說困難呢 就是玻璃跟髮廊的發色溫度很相近 換句話說你要進到爐裡面燒到的時候 你溫度太高的時候 玻璃會溶掉 你溫度太低的時候 鼻煙壺的那個顏色發不起來 所以這個溫度的控制在那個時候 沒有所謂的電子控制啊 精準控制的年代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不同顏色的燒照溫度也會略有不同 換句話說一個 成功的鼻煙壺是需要反覆進爐燒照好幾次的 鼻煙壺的那個題材非常多元 所以它會善用各種各樣的繪畫題材都能夠融進去 而且再加上它四周的空間為了要填補 然後為了那種豐富它的那種多元性 所以它會善用各種的花邊都會融入在鼻煙壺裡面 然後再來比如說像這種就是你常常會看到清宮的這種祝壽的圖案 那這個就是萬字加瘦所以是萬獸的鼻煙壺 然後更有趣的是你看它的頸部這個造型 有沒有用萬字的細線然後也搭配這個萬獸的圖案 那比如說還有像這個皇帝的這個桃花的這種花紋 這個鼻煙壺呢大家看到它是以那個桃花跟桃石 作為它的設計理念 主要要表現的紋路都放在桃子的形狀裡面 就是用桃子的作為開光 然後桃花的枝子就在滿布在整個鼻煙壺的氣身上面 比如說像這邊還有那個萬事如意 就是它有一個萬字然後有式子然後再加一個如意 所以那個它就是要祝賀你萬事如意的概念 這邊也有這種鼻煙壺 那比如說像這個也有人物畫 那這個就畫的就是陰系圖 就是小朋友在那邊玩耍的圖案 那你仔細看的話它的圖案是非常的精緻也非常的美觀 而且這些都很善用所謂的精蒂 像這個牡丹的精蒂牡丹的這個花紋 它設計的那個瓶口它感覺是用一個包袱扎起來的樣子 所以就很有趣了就是你可以感覺 這是一個包袱的感覺 很多人問我吸鼻煙是什麼感覺 其實就像你在日本料理店一不小心吃到一大口芥末那種刺激的感覺 如果你長期覺得鼻子不通的話 我相信鼻煙對你來講是最好的良藥 因為一吸以後就很通替然後很舒暢的感覺 鼻煙那個東西本身的功效很像薄荷棒 但是以鼻煙壺那種就是要來炫耀身份 或是展現身份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我們今天佩戴的手錶 就是要符合時代潮流然後非常的美觀 然後非常的精緻 這43件原本就是一套的 因為它從乾隆二年三年開始做完以後 就一直被修除在那個盒子裡面 換句話說這43件是從來都沒有用過 只是純粹為了欣賞然後把腕而製作的鼻煙壺 我們講到輕工的這些東西之所以珍貴 就是因為它是屬於清代的宮廷裡面的製作 就宮廷的做法親自製作的 所以它跟外面的外銷或是一般內銷的這種市場 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它會挑頂尖的工匠做頂尖的工藝 43件玻璃胎畫髮廊鼻煙壺 盛裝在一個日本石繪漆盒 那日本石繪漆盒會被用來成裝古腕 這是從明代以來就有的傳統 認為就是一般人 如果你家裡有收藏古腕的話 最好就是拿石繪漆盒 因為這種漆盒直清然後非常的精美 那輕工也就延續這個傳統 這個鼻岩壺之所以精彩 除了我剛才說燒造的困難以外 你會發現它除了頸部 然後側身跟兩面正面的那個花紋 沒有一個是重複的 所以這是非常難得 然後也非常高的工藝的展現 我會發現它是重複的 是重複的 是重複的